从画面中的水痕迹可以明显看出 宜兰到底有多久没降雨了 因为水位下降有一公尺多 而这里曾是日据时代宜兰市的首座游泳池 水源丰沛 到民国成为农业灌溉蓄水池 如今遭逢干旱 不但水量锐减 水温增高 鱼儿因而死亡 尤其连外的水利沟更是干枯见底 这样的惨况是地方三十多年首次发生 也因此导致下游浓作无水可用 损失难以估计 只能求上仓早日降雨 我们这里以前是宜兰的游泳池 头截的游泳池 那水什么用呢 都出池 最近就都没水了 这十多年开始那边开始有做煮来水痕 这里开始失水 当年都会失水 今年就特别厉害 那我们要两个月了 水有的 水有的 一只米花 听说里面也有鱼儿 对啊 鱼儿水温太高 它就都在死了 就看老天爷 只有老天爷能够帮忙而已 真的现在的水 很难 没办法去找到这种东西的 就是长久没下雨 所造成的这样干枯 现在就是只能老天爷帮忙而已 看是没有什么对策的 虽然地上水源不足影响灌溉 不过县内地下水还算丰沛 所以养殖业还能靠抽取地下水来勉强维持运作 宜兰新闻记者张力霖 实习记者杨美芳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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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